油价大涨了 油价大涨马上联想到的是 通膨怪兽又要来了 我们来看油价大涨 OPEC Plus减产使得国际油价标涨 涨多少涨6.8% 恐怕会增加全球通膨的压力 瑞银还说100块要看到了 其实高尚蛮早就喊100 现在瑞银也跟着喊100 那到底为什么OPEC在这时候要减产呢 据说背后有阴谋论 确实这个原因真的是蛮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波的油价 它减产为什么会涨这么多 因为之前你看到是不是之前 因为通膨的关系 也是美国就说 你要增产一下让这个油价下来 不要让我通膨那么严重 其实OPEC国家那时候也都有同意了 可是这一波你看到 现在是反过来说要减产的时候 那是跟老美对着干 对啊 因为这一次大家说要减产 居然是大家都自认说 选我选我 我也要减产 一口气 不只OPEC或OPEC Plus 连跟OPEC没有关系的一些产油国 都自动加入要减产 所以现在统计 如果单就OPEC Plus 就是OPEC然后外加 俄罗斯几个国家 大概是一天少 一百一十六万桶 如果连其他都不适的再加进来 你加进来 一百六十五万桶 那一百六十五万桶是什么概念 一百六十五万桶是什么概念 因为我们不太晓得一天到底全球 一天全世界大概将近一亿桶上下 所以它大概就是一点六五%的概念 说多不少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说少不少 对 但是这种影响力 立刻就反映在市场上面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油价如果你往前推 大概在三月二十号左右 那时候低点都还有 大概六十几 六十四块美金 以纽约油价来看 可是这一波就这样子 因为突然宣布减产 因为事先没有 其实下方就突然说 我五月起我要大减一百多万桶 油价一个跳上去 直接以纽约油价来说 标到最高八十六块美金 那真的快接近一百了 对啊 真的是很夸张 所以刚刚阿关说 现在大家说开始 一百多块不计 不计 老师看得更高 基本上当然变数很多 还好我上个礼拜去加油了 那美国当然之后 一定会也会有施压 我们就先不管 那我们就看到这些国际组织 现在对这个油价的预估 所以大家看 不是只有高盛寒 你看到大家现在基本上 就是九十美元起跳了 那甚至明年会有可能更高 那我们就先不多说了 那回到为什么OPEC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就突然宣布我要减产了 那当然事出必有因 那当然真正原因是什么 OPEC他们没有说 沙国没有说 那我们只是去推敲 那媒体提到的 如果以记音来说就是 之前我们刚刚不是讲了 美国为了压通膨 就是跟你这个OPEC的国家说 来你增产一下 然后同时间我要减 我要减少我的战备除油 要释出 所以我要把油价压下来 可是那时候据说大家其实有讲好 如果油价低到某个程度的话 你美国就要开始回补你的战备除油 可是我们都... 简单来说 油价如果跌你就要买嘛 对 结果呢 据说就是在最近 OPEC的国家就开始要求美国 剩六十几块而已 你赶紧买一下 白国说 No 蓬蓬还很严重 我不买 这OPEC的国家就被惹毛了嘛 我们当初讲好协议好了 说话不算话 对 你说话不算话 那我当然就不高兴了嘛 那你不帮助我 那我就自己来嘛 所以我就要大量的结果 他们会觉得很意外吗 这确实也是 那是信雄的啊 这也是这个问题啦 那第二个呢 就是拉到更长之前的原因 我们就你看到 从去年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全世界都在封锁俄罗斯 那俄罗斯的工油减少呢 那本来沙特阿拉伯或这些OPEC 东东国家也想说 我跟欧洲比较近 我应该会比较得利嘛 结果没有耶 全都让美国瘋了 对 美国变成欧洲的最大能源供应国 甚至要升到全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 就是他不让俄罗斯卖油 结果他自己赚很大 对 那你不要卖 通通我来卖 那所以这时候 这个沙特阿拉伯 这些OPEC的国家 当然也很不爽嘛 真的 你这样真的有点没意思 至少分我一些嘛 对不对 你也让我谈一下 对啊 结果他也没赚到嘛 尤其现在油价又下来 我的量也没增加 价格又下来 我不就赚到输 怎么想也不对嘛 照理说他们应该是受贿者 你太丟定了 对啊 所以当然不可能丟定嘛 我一定要反击嘛 好 那当然还有另外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就阴谋论的部分 我们就从经济层面先来讲 大家都知道之前 沙特阿拉伯国家银行 是不是踩到瑞幸的地雷 真的料很多嘛 结果媒体一报 还不是只有 沙特阿拉伯国家银行踩到地雷 现在连卡达的投资局 甚至沙特阿拉伯的另外一个投资机构 通通都有踩到雷 所以整个乱不乱当 我算一下至少三十亿美金的雷 那他们不是从矽谷就开始踩雷了吗 对啊 那所以呢 因为那时候矽谷 他不愿意增资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原来他是矽谷的大股东嘛 对 那矽谷银行出事大股东一定受害的啊 是 可是矽谷银行至少解决了 那你是沙特阿拉伯 这我因为去投资了瑞幸 瑞幸股价到现在都还没有翻身 还是只有零点几元 所以他要拿油价来补就对了 非常多可能 捏当補底 就有可能 因为我们刚刚说 刚刚我们刚说的这三个中东国家 他们的这个总total损失 大概就有将近三十亿美金 这很大条的嘛 那当然我要拿油价来补嘛 所以这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有此一说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那个就是政治的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之前 其实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关系 其实非常非常好 那就除了就根据我们刚刚所讲那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年 其实沙特阿拉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越来越差 那现在让沙特阿拉伯更不爽的就是说 这个油价不管涨跌对我都没有好处 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包含油价内 都是用美元在计价 甚至我很多国家在做生意 譬如说我台湾跟印度做生意 为什么我们要用美元 我们两国都不用美元 可是我跟你做生意 结果我们还在用美元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沙特阿拉伯当然早年1970年的时候 也是因为美国的帮忙 让全世界的油价用美元定价 那让沙特阿拉伯确实有一段时间也不错 可是这两年真的是越走越远 所以这次沙特阿拉伯就想 不行我们再这样下去 跟美元勾结这么大 对我们没有好处 所以我要去美元 那怎么去美元呢 所以你看这是我个人的推敲 我不敢说一定对 如果借由这次的减产 是不是油价就会上涨 那油价上涨是美国的通膨就要上去了 那美国通膨上去之后 那联储会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 升息 对 如果大家第一个指引就是升息 问题升息 大家也看到了 是不是三月份 美国联储会虽然继续升息 但是只升生意 而且大家都说接下来大概不会升的 那是因为通膨数字也真的在下来了 但是如果通膨又再上去 那你要不要继续升 那你升级银行怎么办 你银行崩爆 现在好不容易压下来了 那如果你再升息 那银行崩爆是不是又再起 所以例子说 三月份要把美国务的倒下去 倒是不可能 要把美国银行务的倒 至少让你的美元资产 不是只有银行 因为那时候是不是 所有的股市都在跌 不是只有银行股 我要让美元资产下来 那你是不是 全球投资人看到美元资产 再往下掉 我要持有美元的意愿就会下降 好 那反过来 那美国如果因为考虑这个银行的问题 我不升息 我撑住 甚至我要降息去救银行 那问题更大了 那通膨不就继续涨 通膨上去不就美元的购买力 就会下降了 这样听起来 OPEC是高招 对啊 它让美国陷入左右两难 负质距离的困境 重点是 因为他们就有借口说 那我不要跟美元勾结了 你跟美元勾结 那你要跟什么货币勾结呢 因为台上有一个交易货币 对 那这个 阿关这个就是好问题 好 所以你看到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 光今年以来 真的是去美元化是遍地开花 我们以前讲到去美元化 你一定想到第一个俄罗斯 第二个是中国 这个因为政治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多谈这两个国家 结果你没有想到 现在连法国都跳出来说 我也要去美元 法国耶 那法国要用什么货币交易 法国现在 他要跟中国交易的时候 他要改用人民币 所以去美元化等同于 中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才提高 人民币的国际货币 当然有些国家会开始用人民币 因为俄罗斯跟中国 就已经用人民币 对 然后中国很多他的邦交国 跟他之间像非洲黑小国 也是用人民币了 对 没有错 而且如果连欧洲都用人民币 那人民币的国际货币的地位 就越来越高 这是必然的趋势 只是这个幅度会不会因为 这一次的事件加速 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 那再来就是 沙尔地阿拉伯 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这几年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跟美国越来越波马迹的 所以你看到 现在沙尔地阿拉伯的国王 沙尔曼 我们以前在节目也都提过 沙尔曼现在说 我们现在要准备加入 上海合作组织 这个组织在干什么呢 简单的说就是 大概现在目前有九个会员国 大概包含中国 加上印度 加上俄罗斯等等九个国家 以后这个组织里面的会员国 我们都不用美元交易 我们都要用人民币交易 现在沙尔地阿拉伯已经 国王已经同意加入了 因为中国是他最大的买家 对 因为他已经是最大的买家了 中国已经是整个 中东国家的原油 客人说了算 对好 所以这是再来 在中国跟巴西之间的贸易 也从此不再用美元了 但是他就没有一定用人民币 而是我巴西跟中国 要看谁跟谁买东西 所以我要嘛就用人民币 要嘛就用巴西尼尔 我也不用美元了 更不要说 好有些国家 包括我们刚刚说一再提到的 中国俄罗斯等等 他们都在买什么 买黄金 土耳其也都在买黄金 也就是说我外汇储备里面 我不再持有美元那么多 那俄罗斯 不用说俄罗斯 几乎已经全部都抛掉了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包含 好那所以中国跟这个土耳其 尤其土耳其也很爱黄金 所以你看到最近黄金价格 是突破两千美金了 其实都跟这些国家 2030了 对他们都在去美元 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也都干脆 反正我不要买美元 我也不要买其他国家货币 我买黄金 总不会有话说 因为我如果持有特定国家的货币 那美国会讲话 你不要我美元 结果你跑去买其他货币 美国货币还过来要修理我 那不可能 那我买黄金 最不会有争议 好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 这个油价的问题 应该不会是短期的现象 所以你看到最近很多 跟油有关的投资 不管是台股当中 连结油价的ETF 尤其你看到今天这个两倍的 像譬如说 杰克·布兰特的这个正二 今天飙了十几二十% 那再来就是像元大的ETF 或者是其他能源相关的基金 投资人可以多注意